12月22号12时37分 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 以一件五星的方式将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中型运载火箭长征8号的首次飞行任务 据介绍 在太阳同步轨道上 对于三吨级以上到五吨级左右 缺少于型号合适的火箭进行发射 长征8号火箭能力到五吨级左右 去掉两个助推器能力到三吨级 恰好可以填补这个能力区间 这个卫星的载荷的发展趋势呢 就是它的重量不是很重 它的天线很大 它个儿很大 我运载能力有 但是我整个道具装不下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它不太适应 就是这个 比方说我可以打七吨 三吨我可以两个一起打 但是它装不下 所以这样的话它就没有一型合适的火箭 所以这个呢 我们的这个面试将填补在这个领域的一个空白 据悉 首飞火箭突破和应用了一批关键技术 实现了包括基于模块组合的快速集成设计技术 发动机节流应用技术等重要的技术项目 其中 长征八号火箭是中国首个研制中未开展全舰模态试验的中大型火箭 通过长征八号的研制探索 将为后续其他大型重型火箭的模态综合技术奠定基础 大幅缩短研制周期 降低研制费用 我们这次采用了模态综合的是仿真技术加局部的试验 或者借鉴利用别人的过去试验的数据来进行模态综合 这个数据这个获取 这个技术获取 为未来重型火箭 因为重型火箭它十米之近 还要捆绑助推 这样的话 它这个试验规模非常大 试验设施的建设也很大 那么采用这种指击模块模态综合的办法 就可以为未来重型火箭积累一些经验 或者既的一些方法 长征八号火箭在飞行中 对液态火箭发动机进行节流控制 这在中国运载火箭中是首次工程应用 这也提升了运载火箭任务适应性 推进了运载火箭重复使用技术的发展 发动机节流技术 就刚才说了 过大空去我要收油门 这个技术 那就为未来我们的返回实验 为返回这种火箭提供 也是提供了一些技术 就是我们通过这次的应用 积累的一些经验 为他们提供一些方法 谈及未来应用方向 肖云表示 长征八号火箭可以完成低中高轨道 甚至深空探测等多种任务 可以以一箭一星一箭多星的形式进行发射 可以承担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组网发射 各类卫星发射等任务 可以实现这个多星发射 比如说几百公斤的 我可以一下可以打几十个 这样的话就是便于 它多星的一般都是组网的 它在天上在不同的轨道面 每个轨道面有多少个卫星 它进行组网要求 这样的话这些火箭特别适合于这样的价格的发射 长征八号摇一火箭首飞为一箭五星发射任务 轨道高度为512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